今天早上梦见我日本妈妈 好像在那个叫真美有中医肿瘤院那边 那时刻我是在那边工作的 所以认识那个院长 就同院长我们曾经有过交流的 后来呢好像我妈妈发现了一件事 她知道那个书上曾经由我写的文章 那个是那个科学出版者的 后来发现我妈发现好像这个文章被人家摘掉了 我写的发现文章摘掉了 所以她以前买过我好多数 我妈妈好像要核实一下这个信息 要知道我要核实一下那个信息 大概的是讲这个 我看看是什么一个情况 什么一个情况 我日本妈妈在天上 就是前两天说的那个师父 就是我天上的师父 律师招待我妈妈 招待我妈妈 招待我妈妈 然后呢妈妈呢 我妈妈曾经说过一件事 要在她多少多少岁生日的时候呢 要规模 要搞得像那个真美容总理院的院长 那么规模大 因为那次她过生日的时候 搞得规模很大 搞得规模很大 后来呢 最后我给她过生日的时候呢 邀请了人也在日本给她过生日 她去邀请了 因为几个年纪大的也没来 可能她有点失落 有点失落 突然我妈妈看到 看到我 家里会得什么大奖 得大奖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 那个场面很大 就是邀请的那个 不管是谁 我出去没有邀请 还是谁出没有邀请 她们人记得很多 她那个 规模很大 场面很大 她要告诉我 如果那个时候 有那个场面是叫我 要告诉她 要带她去 我知道了 一定会提前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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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那个 我天上师傅 正在招待我日半满满 她就要告诉我一下 得奖的时候 得奖的时候 有什么大的 宴庆活动的时候 把她带上 我知道了 好 知道了 好 知道了 好 再见 再见 再见